聽書,看著 她給了一個欺騙的字,Anna,看到嗎? Anna,欺騙在這裡 轉了什麼? 大陸人,那個大陸人似乎受騙 轉什麼? 對,那怎麼轉? 三樣東西 第一,似乎受騙 Louise,所以寫著 Active voice or passive voice? 沒錯,鼻動式,即是說是兩個字 接著,第二樣東西 你的答案要對,你是過了很多關 好了,那鼻動式在這裡,鼻動式在這裡過了一關 第二關,就是牽涉到SIM SIM下面那個,是用什麼? SIM 當然不是用BED 是用TOO SIM,TOO TOO TOO 的鼻動式是TOO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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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答案是这样,你也不错,但这个答案都错 即是说你在那个学术阶段,你未去到最厉害的那一部分 第三,考虑是什么呢?发生了没有? Candy,如果你看他这句,大陆人似乎被骗,即是被人骗了没有? 似乎被骗,还未骗? 似乎的嘛! 真是要命的,这样还在骗? Ruiz? 没有common sense,Ruiz? 什么?Ruiz? 你再这样,你的男朋友会骗你的 通常那些男生是喜欢有common sense的女生 说你一句就变嘴,又说要骗了 喂,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他是有common sense 发生了什么? 似乎会啊! 那件事发生了,但他不是我们所说的 A个,A个就是common sense的发生了 是啊!Oh my god! 所以现在Luiz有个nick name,有个发名 Common sense大师 发生了没有?to be a man to have been 改吧 好,英文是要过三冠 Sense to have been sick 本来就会变态